超级热 超级热 你觉得热不热 热 好热好热 爬山爬到一半 还得喝口水休息一下 大热天的 不只要严防中暑 还要小心你的肠子 也可能中风 夏天天气热 那尤其是我们 又有心理不整的啦 我们又是糖尿病的病患 我们又没有喝足够的水 变成我有一点点 脱水的现象的时候 这样子的一个中风的现象 就特别容易的表现出来 肠子的血液流通 痛不良 无法正常蠕动 排病不顺才会导致腹部剧痛 要是合并出现拉血便的症状 最好赶紧就医 否则延误治疗 导致肠道坏死引发菌血症 死亡率就高达20% 它是很突然的 尤其是吃饭之后发生的 有很多汗的运动 我们可能就要多补充一些水分 多补充一些电解值 而6月份统计至今的 热伤害送医人数 目前已经达到513人 提醒您高温炎热的天气 还会持续 有紧急肠胃症状 也别轻忽 尽快就医 记者身为卖长远席 台北报道